8月16日印尼一架特里加纳航空公司客机 在东部的巴布亚地区失去联络 飞机上共有54人 印尼交通部官员表示 有村民募集飞机撞山坠毁 失事原因仍在调查中 而目前搜救机已经发现飞机残骸 其实特里加纳航空公司2007年 就被列入欧盟的禁飞名单 1991年开业以来 已经发生过14件重大事故 过去一年里更曾经发生两起严重空难 中国天津仓库8月12日发生大爆炸 官方16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公布死亡人数增加到112人 并且证实已清查到700吨氢化钠 这已经超过中国规定的最大占存量10吨 官方表示 查获的氢化钠保存状况良好 只有少量泄漏可以有效的控制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6日也前往视察 表示将会彻底调查 严格处分相关失职行为 巴西民众8月16日在全国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 要求弹劾总统罗塞福 他们指责政府贪腐案不断 国家经济陷入困难 认为总统需要为巴西严重的经济衰退下台负责 游行示威同一天在200多个城市举行 是今年以来针对罗塞福总统第三次的大型示威活动